切记 莫 三弟 在 关闭各处城关 令将士们上城据敌 太娘的 这个责任部只会偷袭 大尔贼何在 刘备在此 敢问凤先将军 为何隐军前来 你勾结曹操 图抹我徐州 将军定然是误会了 在下只会与将军同心协力 共保徐州 绝不会勾结曹操 谋取徐州 因为徐州一失 太城也不保 在下岂能做这等蠢事 看见了吗 这是曹操给你的密信 被陈宫缴获 罪证确凿 大尔贼 我待你不保 为何怕我 你外表忠厚 内心却奸诈无比 快开城门 我可饶你不死 否则的话 攻陷城池 老受不留 不是曹操的剑技 就是成功的剑技 曹将军 将军何待 不用钥匙明报 我就是曹操 你是何人呢 在下陈规侍从 主公令我给曹将军禀报 吕布已经中计 率大军攻取配城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马上回去告诉陈规 让他仔细把守城池 万不可放吕布回城 我三天之内必到 另外 你告诉他们父子 攻城之后 朝廷必有重赏 还有你 在下遵命 草人 在 他的马不行了 给他换匹马 好 另外 传命前军加速前进 诺 这位兄弟跟我来 朝公 朝公 我是曹操 你又是何人呢 吕布帅大军攻打配城 我家主公万吉 令我向朝公求援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往徐州去吗 曹公 你怎么会预先知道 吕布会攻打配城 是啊 是啊 我怎么会预先知道 因为我能掐会算 料敌于先 先生 已经三天了 不管我们军士在城下怎么辱骂 他刘备就是坚守不出 而佩成已经被加高无耻有余 一时难以攻陷 你看我们如何是好 刘备这是在等救兵啊 救兵 谁会来救他 难道你忘了 刘备暗中曹操的事了 曹操 如果曹操率大军起来 那就麻烦了 要不我们暂起万事 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主张对刘备用兵 只是你坚持要攻去配偿 现在咱们既然已经来了 就等于和刘备撕破脸皮繁目成仇 岂能够在他城下辱骂一番就退军 另外我也算了一下 曹操即使现在从远州出发 至少也得五天时间才能赶到这里 也就是说咱们还有四天时间 如果在四天之内咱们要能攻陷飞城 既是曹操率大军赶到 也只能望观星探 好 先生 那我们要如何攻去配偿啊 配偿一手难攻 只能诱刘备出城会战 好 那我们要如何诱刘备出城呢 我的尚将军 为什么事事都要问我呢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左右参军吗 忘记时刻 还得扬仗